其实昨天也说是结束五年跌 虽然只是升了很少 三十几点 整体的市况都比较反复 其实有点难估计 我的走势究竟是来着会出向好还是坏的 可以帮我们分析现在的市况怎么看 究竟有没有来着有什么趋势 总括上来说我没有改变大的看法 我都说五十天线做一个盛衰分界线 但总体上都在24,500到26,000都区间 所以之前来计升穿了五十天线 我虽然可以看好一点 但我都说25,800到26,000都顶得确 都没想着可以破得到 但现在跌穿了五十天线 下面来计算是24,500 幸好近这几天虽然有些遥遥欲聚 也有很多不同的负面因素 但暂时来计算都受得住24,500 但是后市来说我想有三个因素要留意 第一刚才提过就是联储局的货币政策 包括债息 第二就是我们这个礼拜 每一天都有很多公司公布业绩 那这些数据的强与弱 对股价的盛与衰都有很大的关系 继续留意着这个所谓的企业的业绩 第三就是监管 昨天来计算腾讯有些负面消息 但不计算这个消息的话 最近被我反扰 就是一个潜在的数据税的推出 所以这三个范畴很简单 如果真是恶化的话 我的2,4500应该受不了 但反过来也不是 可能看到业绩都不错 数据税可能最终都未必真的落实 而说的是这个 美国通胀 可能初步来说 短期里面都不会解释的 如果大家消化了这件事情的话 有些的机会投资者 就会趁着在今年年尾 买货先 希望下年有个好回报 所以当他买货这一刻的话 就有机会是会有一个突破 所以你问我 我又真是说不到给你听 明天或者下星期升月跌 我真是说 暂时这一刻 大家都是观望的话 就是走2400至2600 至于是跌破还是升穿的话 就看着刚才那三个因素的变化 我觉得这样的分析 比较是落地和实在的 是